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营养学课程是要介绍德苏饮食 那我们的教学大纲 首先会介绍德苏饮食的定义 还有德苏饮食的内容 还有德苏饮食临床试验的一个实证例子 那我们的教学目标呢 就是要认识了解德苏饮食的定义 认识了解德苏饮食的内容 并且要认识了解德苏饮食的临床试验实证例子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在2009年5月21日发布了台湾版的德苏饮食 那这个德苏饮食呢 所谓的德苏饮食简称为DASH 叫做Dietary Approaches to Stop Hypertension 所以就把每一个字母上面的一个DASH 简称为德苏饮食 那它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帮助降血压降血脂 减低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有利于骨质的健康 预防大肠直肠癌的好处 那美国最新高血压教育手册的治疗饮食呢 就是德苏饮食 那因为德苏饮食是唯一正式纳入美国最新高血压教育计划手册的 它是经过科学及临床试验证实 能够有效的降低血压的一个饮食治疗方式 那德苏饮食的概念 就是在近年来 医学界呢 就倡导了德苏饮食的一些观念 就认为说 每天摄取五份的蔬菜水果 要多吃白肉 还有坚果类 颧骨根筋类的食物 以及低脂肪的乳品 也就是说 只要改变饮食的习惯 就能够控制血压 那在董事基金会呢 就我们台湾的董事基金会啊 表示 只要连续哦 吃了两周 采用德苏饮食 那么 不仅可以达到减重的效果 还能够降低 8到10%的血压哦 那德苏饮食的内容呢 就是每天要摄取五份的蔬菜 五份的水果 红肉呢 就要改成白肉 那要吃坚果类 用好油 饮用两份的低脂肪 主食类呢 则要用全骨以及根筋类为主 这就是德苏饮食的一个内容 它的食物内容是要有一些改变 那德苏饮食呢 就是有同等效果呢 就是说可以少乎一颗降血压药哦 也就是说只要连续两周采用德苏饮食以后呢 就血压就会降到8到10% 相当于呢 少吃可以少吃一颗降血压药的一个效果 那德苏饮食呢 那德苏饮食呢 还能够预防 以及治疗 所谓预防哦 防治哦 防治脑中风 糖尿病 骨质疏松症 大肠直肠癌 以及冠状动脉心脏病 有这样的好处 这个是德苏饮食经过实验证实 就是有这么实际的一个例子 可以证实哦 那德苏饮食的特色呢 就是主要就是在食物中的成分 应该选用含有比较多 所谓的高甲 高鎂 高钙 高膳食纤维 并且具有降低饱和脂肪酸 胆固醇这样的优点的 叫做德苏饮食的一个特色 那部分高血压的患者啊 他们在维持这样的健康饮食后呢 血压降下来 体重呢也变成轻了 也变轻了 那也就是说 就这么简单 只要利用这个德苏饮食的一个特色 采用这样子的德苏饮食 也就是饮食上的习惯 做稍微的改变 能够维持健康饮食的习惯以后 确定就是在两周以上的 血压一定能够降下来 体重呢也会变轻 那如果有信心以后 就一直维持这样子的一个健康饮食习惯 那么血压就会自然而然的降下来 体重呢也会变轻的 那德苏饮食的精益 也就是说 重点就是说 他呢采用的全骨根筋类当作主食 所以呢 吃的时候 你在吃饭的时候 会这个 因为是主食呢 就是全骨根筋类当主食 所以他吃起来会较硬 所以呢 就要有足够的主觉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细嚼慢咽 慢慢的主觉 来增加饱足感 也就是说 一碗饭啊 你之前可能呢 吃个五分钟 可以吃完一碗饭 现在呢 一碗饭可能要吃个 七八分钟以上 这样子呢 细嚼慢咽的结果呢 就会感觉吃得更饱 这是一种感觉 会有认为 有一个饱足感 然后呢 有了这个吃饱的感觉呢 就不会再乱吃零食 就很容易达到减重的目的 所以呢 采用得输饱饱食以后 就可以有效的减重 这个减重的效果呢 可以达到呢 三周大概就可以减重1.5公斤 三周可以减重1.5公斤 平均呢 每周就是降低0.5公斤的一个效果 这个是采用得输饱饱食的一个实际减重的例子 那主食类呢 就是三分之二以上呢 就采用这种五骨根筋类 全骨 全骨的一个根筋类 那采用这样子 三分之二采用这种全骨根筋类呢 就是膳食纤维会比较多 含量 整骨类嘛 含的膳食纤维会比较多 那全骨根筋类 像是糙米啊 纸米啊 燕麦啊 草麦 麦片 蚁仁 或者是红豆 绿豆 花豆 这些豆类 那或者是瓜果 瓜类 有一些什么南瓜啊 这些也算 那还有芋头啊 马铃薯啊 莲藕啊 栗子啊 莲子啊 还有菱角 薄芪 山药 这个全部都可以算是五骨根筋类 那每天摄取超过五分 的蔬菜水果 如果能够每天摄取超过五分的蔬菜 跟五分的水果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就是说可以建议呢 多选用含甲丰富的像这种 线菜啊 韭菜啊 菠菜啊 含甲含量丰富 而且膳食纤维也高的空心菜啊 金针菇啊 以及绿竹笋啊 竹笋啊 巴勒啊 哈密瓜 还有桃子 香瓜 奇异果 还有橘子 柑橘类 香蕉 等等 这些 如果每天都能够超过五分的蔬菜水果的话 那么就是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还要说蔬果类能够设计在这个饭食里面 就会使得糙米饭更好吃 比如说我们把那个蔬果呢 可以设计彩色的这种蔬果类 放进肉饭 饭里面呢 就会炒饭啊 比如说彩色的彩椒 然后呢 跟这个毛豆一起拌换 或者是用三色腰果拌换 就是把豆子啊 或者是红萝卜啊 红萝卜红色嘛 那毛豆绿色嘛 腰果嘛 那这样是黄色 那这个三色很漂亮 对不对 那我们就把它拌成 拌在饭里面 那就是三色腰果拌饭 还有芒果咖喱 芒果咖喱饭 或者是凤梨木耳炒饭 这样子 这个不同的搭配 有不同感口感的蔬菜 放进来饭里面 让这个饭 糙米饭吃起来更有 更有口感 那这种瓜类 有它的一种滑脆的那种口感 那菇菌类呢 有柔软多汁 拌在饭里面 那根筋类的Q软 还有竹笋类 加进来 就会有那个嚼劲 那么整个饭菜呢 就会吃 吃起来呢 就会非常有趣 好 那50岁以上的国人呢 大概有61%呢 是得到了高血压 或者是有高血压的 一个风险的情形 这个是50岁以上的国人 那60岁以后呢 这个比例呢 更高达77.5% 也就是说 大概60岁以后呢 有77.5%的人 都已经有高血压的 一个现象 那如果对于 它又是 长年累月 长年累月的 都是外食的话 那么就更严重 它这个60岁以后 搞不好就是有80%的 这个外食的人呢 这个 他们就已经会有 高血压的现象哦 因为外食嘛 吃的比较咸 口味比较重 比较油腻 所以呢 外食主 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啊 挑 要挑青菜 多挑点青菜 少吃油炸食品 才能够 为自己的健康把关哦 也就是说 你看 这个 我国人呢 到外食 他的这个高血压 得高血压的 这个几率是很高 而且60岁以后呢 这个得高血压的 几率很高的 达到77.5% 所以 外食主 从年轻 就应该 学习 怎么样挑选 你的餐食 应该要多挑 青菜 水果 多吃 多吃一些 青菜 水果 类 少吃 油炸食品 在挑自助餐的时候 尤其少吃 油炸的食品 就能够为自己的健康 把关 好 那我们介绍一下 什么含丰富的一个蔬菜 含甲丰富的蔬菜 有哪些 含甲丰富的蔬菜 就像 线菜啦 菠菜啦 空心菜呀 酒菜呀 还有青花菜等 还有芹菜 芹菜含甲也很高哦 还有香菇 金针菇 那水果呢 就像桃子啊 香瓜 哈密瓜 奇异果 木瓜 芭乐 香蕉 尤其是香蕉 含甲量是非常高的 要特别小心哦 有时候 对于这个肾脏的病人 的人呢 这个对于含甲丰富的蔬菜水果呢 恐怕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香蕉就不能多吃了 那要多摄取含 美 甲 钙 以及纤维的食物 有助于减少 或者是控制体重 跟高血压 主食类为 全骨类 的话呢 就是说 主食至少要三分之二 要选用 胃精致的 含有麸皮的全骨类 也就是我们在吃主食的时候 要注意 至少要三分之二 是要选用 这种味精致 含有 麸皮全麦的 全麦的这个面包啊 或者是 糙米 这种全骨类 或者是可以采用 地瓜 芋头 那这个地瓜呢 我们可以含着皮 含着皮的地瓜 还有马铃薯啊 山药啊 绿豆啊 这种根筋类 绿豆 红豆 这种根筋类 根筋类跟豆类呢 来取代 减少这种金白米啊 或者是白面粉 这样子 这是主食类的建议的部分 那像成年人呢 女性平均 每餐是半碗饭的话 那中年男性呢 大概就是九分满的饭 九分满 九分碗饭的 这样就可以了 那老年人呢 每餐饭呢 大概就是七到八分满的 一个饭碗 这样子就大概每一餐 这样的主食类 大概就够了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精简 把这个 全骨类呢 放进来的话 我们可以把那个 白饭 或者是白吐司 改成全麦的 或者是糙米饭的 或者是加上 地瓜芋头 马铃薯 山药 红豆 绿豆 这些来替代白米饭 那这个肉类的部分呢 就应该选用白肉为主 那选用白肉类呢 选用白肉 什么是白肉呢 白肉的肉是哪一些 就像鱼肉类啊 鸡啊鸭啊 这些家禽类 我们就称为白肉 那油脂类呢 我们就是选用植物油 而且还可以每天 另外就是多吃一匙 或者是说一把抓的 这个未加工的这个坚果 那这个一把的原豆啊 花生米啊 就是完整粒的新鲜的花生 一把 一个手 一个手把 大概有 接下来我们介绍 要添加燕麦 糙米等这些五谷类 进入这个当主食吗 也就是说 得酥饮食 建议要增加 摄取纤维 膳食纤维的物质 就可以在主食里面 添加一些燕麦啊 糙米啊 这些五谷类 那蔬菜呢 每天呢 摄取四到五份以上 那水果呢 就是可以 可以摄取 至少也要 二到三份以上 然后就互为搭配 最好就是说 蔬菜也五份啊 水果也五份 这是最好 那最起码呢 就是说 蔬菜要五份以上 这样子 那每天呢 应该摄取四份的 这个 蛋啊 豆啊 鱼啊 肉啊 也就是说 蛋 豆 鱼肉 这是属于一类嘛 那这一类呢 要大概加起来 合计加起来呢 就是四份 那这个呢 可以采用豆类 来取代一部分的 鱼 或者是肉 或者是蛋 就是用豆类来取代 就是说 至少有一份 是豆类 其他呢 三份才是鱼 肉 或者是蛋 这样子 那举例的说明 就是说 假设 一块豆腐 再加上 一两的鱼 再加上 一两的肉 再加上 一个蛋 那么这样就是 所谓的 四份的 蛋 豆 鱼 肉类 好 那由于呢 这个钙啊 钾啦 跟铁 都是可以从 蔬菜水果类中 摄取 就是说 这个重要的人体 重要的矿物质 钙 钾 铁 我们是可以从 蔬果类摄取的 所以呢 由于国人的普遍 有钙质摄取 不足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应该建议说 国人应该摄取 奶类啊 起司啊 优肉乳啊 花椰菜啊 芝麻啦 来补充 钙的不足 那对于 钾的部分呢 那我们就可以采用 富含钾的食物 比较多的 像是 坚果 蔬菜 都是 还有水果 奶类 都有含有钾 那美的话呢 我们可以从 坚果类来摄取 每天只能摄取 一汤匙的分量 注意哦 因为坚果类呢 也是一个油脂类啦 所以呢 要稍微注意 虽然坚果很好 但是 摄取量也要稍微控制一下 好油呢 所谓的好油 就是说含有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油 叫我们就称为好油 我们可以选用各式的好油 像橄榄油啊 芥花油啊 沙拉油啊 葵花油啊 这些 来取代奶油 猪油 棕榈油 这些 奶油 猪油是动物油 棕榈油是植物油 但是呢 奶油 猪油 棕榈油 它们都是所谓的饱和脂肪酸 那我们最好是采用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来替代这种饱和脂肪酸 而且每天的一份油脂 我们或许还可以用这种核果类呢 来替代 一汤匙的这个核果类 来替代一份的油脂 也行 那这个核果类呢 包括像花生米啊 松子啊 核桃啊 杏仁啊 芝麻啦 都是这种 还有另外还有像 腰果啊 夏威夷豆啊 这些 这些核果 加在菜肴里面 或者是生菜沙拉里面 或者是 直接撒在饭上 都可以使得菜色 或者是整个饮食呢 就会变得非常好吃 因为这些花生 松子 核桃 芝麻等等 都是跟那个香 还有它的不饱和脂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多 而且是有那个香气在 可以使得沙拉跟这个饭呢 就会更好吃 那我们可以用这种多种的 先采用多种的骨类 跟根筋类来取代白饭 那营养师建议呢 可以尝试着更改饮食的习惯 认为呢 也是非常认同这个德苏饮食 可以用多种的骨类 跟根筋类来替代白饭 也就是说每天吃十份的蔬菜水果 两份的低脂 低脂奶 然后呢 这个白饭的部分呢 就可以用多种骨类 跟这个根筋类呢 来替代 那还要 另外还要搭配运动 每天快步走三十分钟 每天搭配着快步走三十分钟的话 这样一到两个月以后 体重就会自然的减轻 那三酸油脂就会恢复正常的现象 而且血压也会有下降的 的一个呈现这样的结果出来 而且走路的时候 如果是快步走 这样经常每天训练快步走三十分钟 那么有一个好处 脚的关节就会变得轻松 排便呢 也会变得更顺畅 因为走路的时候呢 会加强腹肌 会使得这个肠道的功能正常 那么就会排便就会更顺畅 那高血压的患者 如果能够控制盐分的摄取 那就更好了 也就是说 15到30%的高血压患者 如果能在控制盐分的摄取 也就是说 它能够将血压 逐渐的获得改善 也就是把这个盐分 再往下降到15到30%呢 那么能够更有效果 确定就是更有效果 依据这个调查 目前国人外食 大概每天会吃到 8到12克的盐 那如果能够降低 每天3到6克的盐 的摄取量 那么就可以达到 所谓的低盐饮食的摄取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 就是15到30%的高血压患者 能够好好去控制 他们盐分的摄取 血压就能够改善的更显著 那低盐的饮食摄取呢 就是这样的建议呢 对于得输饮食来讲 我们就是要建议说 对一般人呢 每天摄取 3到6克的盐 一般我们认为说 即使他没有这个高血压 那么他的饮食 最好也是控制盐 3到6克就可以了 达到低盐的饮食 但如果有高血压的患者 那么应该要严格限制到 每天的饮食摄取 在1.5到3克的盐的摄取 这样能够达到低盐的摄 低盐饮食的摄取 那么降血压的能力呢 就会更好 尤其是严重高血压的患者 每天我们更应该严格限制 他的饮食里面呢 盐的摄取应该要限制到 1到2克的盐的摄取 采用更低的盐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怎么来预防慢性病呢 比如说我们的目标 首先就是要降低体重 还要降低坏胆固存LDL 还有降低胰岛素的抗性 要把这个因子降低 还要多一个适当的运动 那降低坏的胆固存LDL 的同时呢 我们就是要提升好的胆固存 好的胆固存 我们就是像HDL HDL我们要想办法让它提升 那要提升好的胆固存 HDL呢 就是比如说要吃好的油 就有这个效果 那这样就能够有这个降低坏胆固存 LDL的一个效果 那另外呢 我们必须要改善心肺功能 改善能够改善心肺功能 就能够降低血压 有降低血压的好处 那在饮食的策略部分 我们必须要用低脂低盐 低热量高纤维 这就是我们在饮食策略 用饮食的策略来达到这个 我们要降降血压的目标 降体重的目标 降血脂降胆固存的目标 我们就是采用低盐 低脂低热量高纤维 甚至于还要加一个高钙 所以就是所谓跟这个 我们倡导的3D2高很像 就是低油低盐低热量高纤高钙的饮食 好那在避免油脂高油脂的食物 那油脂类的食物呢 像烹调用油啊 沙拉油 花生油 玉米油 葵花油 猪油 这个烹调用油 最好是用这种植物油 那油脂类呢 油脂类的制品要注意呢 就是说奶油啊 花生酱啊 这些也都是属于油脂类 那坚果类像瓜子 花生 杏仁 腰果 芝麻 核桃 都是属于油脂类 那要减少肉类以及肉类的加工品 那像肥肉啊 鸡皮 鸡皮鸭皮 猪皮 鱼皮 还有蛋黄 都是属于肉 油脂比较多的 那肉类的会因部位的不同 在肉类部分呢 有不同的脂肪含量 其中呢 像所谓的酱霜肉 五花肉 还有提膀肉 后腿肉 这些脂肪含量是比较高的 所以你看到那个五花肉 吃起来是带了 带了白 就是白肉跟瘦肉 应该是说白花花的油 很多 然后呢 它的油脂就多 这种肉类呢 油脂就多 那另外呢 培根啊 香肠啊 火腿啊 热狗 肉酥等 这些里面也是含有 动物性的油脂的 那要减少饱和脂肪酸 要再降到7%的总热量 是属于饱和脂肪酸 因为饱和脂肪酸的特性 就是在室温下 会呈现固体的油脂 称为饱和脂肪酸 比较多 那这个动物性的油脂 还有植物性的油脂部分呢 属于高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呢 像牛油猪油 椰子油 那动物性的植物性的奶油 它呢 越硬着 它的饱和度就越高 那也就是说肥肉啊 这些都是属于饱和脂肪酸 那另外含有油的什么 高油 高油啊 还有乳肉汤啊 奶油浓汤啊 这些都是含有脂肪酸比较多 含有油脂比较多的 除此之外 还有高饼啊 吸点类油炸的素食品 油炸的炸鸡块啊 这些都是高油脂肪的食物 那要避免反噬脂肪酸高的食品 因为氢化技术 使得液态的植物油 可以变为固态 大量的呢 运用在素食 以及各类的 酥油酥油炸的食品中 可以高温的重护油炸 可以增加食物的酥脆的口感 这个是氢化油的部分 像人造奶油啊 烤酥油啊 这些都是含有反噬脂肪酸 比较高的食品 要避免采用 像红培食品 乳马铃 烘培吸点 加工食品 油炸食品 炸薯条 炸洋葱卷 炸鸡 这些都是属于反噬脂肪酸含量 比较多的 那要避免炸啦 爆啊 酥啊 等等的方式来喷调食物 像油炸食品啊 油条啊 炸鸡 还有炸薯条 要拒绝高油脂的零食跟点心 像羊羽片啊 还有酥皮点心 甜甜圈 还有烧饼啊 蛋糕 牛角 沙奇马 绿豆糕 这些呢 含有油脂都比较多的 那注意食品中隐藏的脂肪 也就是说要慎选这一类的食物 像全脂牛奶 冰激凌 乳酪 还有蛋啊 鱼啊 家禽啊 蓄肉啊 黄豆啊 面筋制品 还有这个 瓜子花生 腰果芝麻 杏仁 绿豆糕 八宝 八宝饭 甜甜圈 这些都含有很多的隐藏式的脂肪 要慎选 那未来的发展 德苏饮食的概念应该要加以推广 目前各大专业小级食品业者呢 都应该要进行所谓的厨师的培训 还有在研发 研发量产上市一些就是所谓德苏食品的概念 要推广 希望厨师能够将德苏饮食的概念推广到餐厅来 减少食物热量的密度 也就是低热量密度与较好的饮食品质 较低的热量摄取跟体重有关的 饮食中可以加入含水量高的水果蔬菜 煮过的全骨类还有汤可以减少脂肪的含量 可以降低热量的密度 好那介绍一下幸福荷尔蒙的血清素的分泌 也就是说西班牙巴塞隆那一个大学一个研究呢 认为说核桃杏仁果这些坚果类会促进幸福荷尔蒙的血清素的一个分泌 使得心情非常舒畅 可以降低食欲 因为坚果含有良性的一个脂肪和抗氧抗氧化剂 对于糖尿病心脏病这些患者非常有益 可以摄取像坚果呢增加血清素的分泌 有助于治疗忧郁症情绪不安或者是惶恐这样的一个病症 那接下来我们要认为说推广老人得输饮食的教育呢 就是希望未来鼓励厂商开发得输饮食的一个订餐或者是团购 并且举办营养师得输饮食再教育的培训 也就是说要着手推推广老人得输饮食的教育 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例题何谓得输饮食 得输饮食就是DASH 就是Dietary of Approach Stop Hypertension 这样的一个得输饮食 它是每天建议要有五蔬果 五份的蔬菜水果 还有就是各五份啊 就是蔬菜水果都各五份 然后呢要吃白肉替代红肉等等 那这样子呢 这个得输饮食 吃了得输饮食呢 就可以有效的降低血压 10到2 有效的降低高血压 10到12%以上的一个效果 可以替代就是不用吃那么多的这个药物 也就是用饮食来治疗高血压 称为得输饮食 那得输饮食的内容有哪些呢 就是说每天呢 至少五份的蔬菜水果 就五份的蔬菜 五份的水果 再来就是用白肉替代红肉 然后呢油脂类呢 多多采用橄榄油啊 或者是这种不保 多元不饱和脂黄酸 来替代动物性的油脂 采用低脂的牛乳等等 甚至于要多吃一些膳食 膳食的全骨类啊 整骨类增加膳食纤维的含量 还要每天吃一份的和果类 这样子呢 也就是低盐低油高鲜 低热量的这样的饮食 德输饮食有这样的一个特色 它的内容呢 就是尽量能够达到低盐低油低脂 然后高鲜高鲜高钙 这样子高甲的这种好处 可以使得这个血压降低 那改善国人普遍有钙质摄取不足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饮食上呢 可以比如说摄取低脂肪的 低脂肪的乳品类 还有采用 采用一些像 芝麻 含有钙质比较多的芝麻 小鱼干 鱼肉类 这样子来改善这个摄取不足的问题 或者是采用含有钙质比较多的一些蔬菜呀 像县菜呀 这些都是一个县菜以及花椰菜以及芝麻等等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每天搭配运动快走快步走路 30分钟有哪些好处 也就是可以可以让自己的脚的膝盖关节各方面可以变得很轻松 而且快步走路训练了以后呢 就是可以让自己很快的搭配饮食呢 快速的体重可以降低 然后呢 可以让自己的膝盖轻松 而且还可以排便顺畅 有这样的好处哦 好 摄取低盐饮食有哪些好处 低盐饮食 就是我们如果一般的人 摄取 如果是外食呢 每天大概就吃进8到12克的盐哦 如果我们采用低盐的饮食呢 那我们就可以摄取到 所谓的低盐 就是6到一般人 6克 3到6克的盐 那么我们就可以降血压 不会有这个高血压的风险 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的风险就可以降低 这个就是低盐饮食的一个好处 好 那总结我们这一个单元的一个课程呢 跟回顾本 本课 本单元的一个回顾呢 我们已经认识了解 德苏饮食的定义 就是说德苏饮食 就是可以让 选用德苏饮食 如果确实的 吃了两周 可以降低10 10% 10%到12%的血压哦 而且认识了解德苏饮食的内容 德苏饮食的内容就是每天至少五份的蔬菜 五份的水果 再来用白肉替代红肉 而且多吃一些所谓的不饱和脂肪 也就是采用低脂的乳品类 然后呢 要用低盐 采用低盐的饮食 再来呢 可以多吃一些可以整骨类 就是全麦的面包啊等等 为德苏饮食的一个内容 而且还可以增加一份的所谓的坚果类 这样子呢 就可以有效的降低高血压的好处 那 认识了解德苏饮食的临床 临床试验实证 也就是说经过了这个董事基金会 他们的调查呢 就是采用德苏饮食 如果是采用了两周以后呢 就确定能够使高血压 降了10到12%的这个血压的一个高水平 那让这个血压降了以后呢 大概可以少吃一颗高血压药哦 有这样的一个实证证例子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德苏饮食的一个课程